美国华盛顿白宫外景 川普的贸易关税,正在全球市场引发震荡,新兴经济体发现向美国出口的成本越来越高,2012年希腊危机之后把资金投向,安全港的投资者再度紧张,上周,富时全球新兴市场指数暴跌,自年初以来跌幅超过20%,然而,令投资者感到困扰的不仅是美国总统,美联储在过去几年中降利率翻了两番, 为促进经济增长而大量进入美元的国家面临着需要额外支付高额利息的前景,这项具有严重破坏性的法案已经迫使阿根廷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寻求帮助,以下新兴经济体正面临严重挑战。 土耳其文章称,美国牧师安德鲁布伦森遭逮捕和起诉积募了特朗普,并且引发了针锋相对的贸易制裁。 特朗普质责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波多人权,但是他没有通过外交渠道推动此案,而是对土耳其出口的钢铁、铝合汽车产品征收更高的关税。 文章称,作为报复,埃尔多安对美国的酒、汽车和烟草产品征收更高的进口关税,美国财政部长史蒂文姆努钦上周称,他准备以第二轮制裁令争端升级。 文章称,土耳其已经处于一个非常脆弱的境地,过去十年,在廉价信贷的推动下,该国一些最大的企业迅速发展,现在这种信贷的成本要高得多。 这让那些需要再抵押贷款的公司,不得不付出沉重的再融资成本。 自今年一月以来,土耳其里拉已经贬值于40%,因为认为该国可能会被迫同意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获得救援的投资者已经撤离。 印度文章称,印度是包括原油、电子产品到黄金等商品的大进口国,预计本财年印度将在进口产品上花费约6000亿美元,7月印度的贸易逆差扩大到180亿美元,是五年多来的最高水平。 因为特朗普政府的贸易关税威胁和其他正在实施的保护主义措施,尤其是针对钢铝产品,通胀率可能会从上月公布的4.2%增长到5%。 文章称,和土耳其企业一样,印度企业也以低连的贷款利率在海外募集了大量资金,而且正在为服务成本的增加感到担忧。 土耳其的外债三月底增至5300亿美元,其中42%的债务将于明年3月到期,几乎可以肯定利率将会变得更高。 因此,印度卢比今年跌至创纪录低点不足为奇,尽管与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相比,9%的贬值幅度并不算大。 阿根廷与土耳其相似,阿根廷存在双重赤字,即公共支出收支差额,和需要向美国银行再融资贷款。 文章趁,在比佐相对平静了一个月后,土耳其危机导致阿根廷货币暴跌,这引发了该国央行的迅速反应,央行将利率提高了500个基点,升至45%,百分号,阿根廷也在应对一起重大的政治腐败丑闻。 一名前副总统已被送进监狱,预计随后会有更多官员入狱,阿根廷已同意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援,南非兰非、乌克兰、墨西哥、伊都尼西亚和巴西都在应对因担忧其稳定导致的货币垫值。 文章趁,除了土耳其里拉和阿根廷比索,上周遭到最严重冲击的新兴市场货币是南非兰特,13日下跌了10%以上。 今年2月,接替祖马担任南非总统的西比尔·拉玛菩萨,曾承诺重振本国经济,然而他现在面临着公共部门赤字,收支逆查和持续的腐败丑闻。 文章趁,拉玛菩萨成功赢得了沙特阿拉伯和中国,向该国基础设施和金融系统注入巨资的承诺,但这尚未证明足以安抚紧张不安的投资者。 文章趁,拉玛菩萨成功赢得很明显的ē. 文章趁,拉玛菩萨成功赢得很明显的声音, 文章趟在路线才硬。 文章趟在路线才硬的夕程上发现予了个 People. 文章趁,拉玛菩萨成功赢得很明显。 文章趟,拉玛菩萨成功赢得很明显. 文章趟,拉玛菩萨成功赢得很明显。 感谢观看